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是2月24号 现在让我们来读神的话 请看马太福音17章1到13节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 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 起来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十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说 文师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 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 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 耶稣所说的是指责施洗的约翰 你有没有参加过很嗨的敬拜赞美之夜 或是很有恩高的特会 在那当下,你觉得很享受,很美好 真希望说一直唱下去 或是留在那里 今天的经文就看到 三个门徒很荣幸的参加一个超级特会 耶稣传道时,常常有机会 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一起去俯视 去祷告 这次是十六章,彼得讲出 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之后约一个礼拜 耶稣带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去祷告 在那里,耶稣整个人是发光的 不止如此 还有摩西和尹玉亚出现 门徒应该是从他们彼此的对话中 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旧约的人物很多 为什么是出现这两位呢? 在这里,摩西预表预法 以利亚预表先知 表示预法和先知都在为基督做见证 十六章最后一节 耶稣说 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场死位以前 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三个门徒经历了永恒的荣耀 亲眼看见弥赛亚的国度 也亲耳听见天父上帝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 难怪彼得说 我们在这里真好 这个荣耀的时刻 兼顾了他们的信心 更确定了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基督 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彼得在离世前 写信给分散在小亚细亚受逼迫的教会 他说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 难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 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当蛮徒还似懂非懂的时候 耶稣就带他们 常常天国的思慰 同样的 神也愿意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体验与他相遇的神圣时刻 就是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 思想 敬拜神时 在神的时间里 还让我们经历这种有神同在的时刻 透过经历神 让我们更信靠他 听从他 爱他 明白他的话语和应许 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 和生活的盼望 这时刻也是金光闪闪的时刻 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想搭三座棚 让耶稣摩西伊利亚留在这里 圣经新普及一本说 搭三座棚 做纪念 彼得不但要留住基督 他也要留住那些 与基督有关的人事物 并且把他们 提高到跟基督相同的地位 这时一片云彩遮盖 神的话打断了不得 之后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唯独耶稣 耶稣不仅要居首位 而且必须是唯一的 神不要我们把主耶稣 跟任何的人事物相提并论 在神的眼中 耶稣的地位是超越的 唯一的 即使是摩西和以利亚 这样的人物 也无法相提并论 在聚会或祷告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被其他事物吸引 容易把我们想要的结果 或是某些人的重要性抬高 以致无法专注在耶稣身上 我们要寻求的 唯独耶稣 耶稣摸门徒 要他们不要害怕 感谢神 我们的一主耶稣 祂是荣耀的神 祂也是慈爱的神 祂知道门徒的状况 祂也知道我们的状况 祂仍然来到我们身边 下山的时候 门徒越想越不懂 为什么人士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 既然耶稣是弥赛亚 怎么还没有看到以利亚的工作呢 耶稣解释 以利亚已经来了 撕起约翰就是弥赛亚的先锋 祂已经受害 耶稣也要受害 在山上的时候 摩西、以利亚和耶稣 他们所谈的是耶稣受死的事 耶稣甘愿顺服 下山去完成使命 因为耶稣的使命不是待在山上 而是走向十字架 我记得过去我参加营会 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蒋元常勉励我们 在山上很好 但是下山去服事 才是我们的使命 美好的经历 让我们尝到天国的滋味 但是我们不能够停在那里 神要我们继续面对 祂给我们的托付 就像耶稣毅然走上十字架的路一样 今天早上 如果你体会了与神同在的美好 就要回到现实的生活去服事 相信你必定会有力量 面对前面的挑战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愿意让我们经历 与你同在的那个甘甜和美好 你也愿意让我们看到 你是那位独一的 唯独我们要来敬拜的 主今天早晨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转眼来看你 知道你是那位荣耀的主 你也是在我们旁边带领我们的主 你更是走向天父 所托付你那个使命的那位主 你带领我们能够面对我们前面 我们要走的路程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有力量来面对我们今天 有的挑战 谢谢主 请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赐福于你 给你一个蒙福得胜的一天 再见